这个视频我们来讲超超超超级大明星李白的诗歌创作风格 李白 姿态白 好青年居士 诗称诗乡 李白这个人一出生就是天才一般的存在 五岁送六甲 十岁观百虾 似乎小时候就把该读的书都读了 长大点 还十五观其书 做父林向如 怎么能那么小 文章已经写得那么好了 所以这个人一生都那么狂放不羁 我们还真不得不承认 人家确实有资本 作为一个诗人 李白最显著的标签 唯一是他的浪漫主义 他那飘逸的想象 他的诗句总能让人拍手称赞 怎么能有那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 而且能用星云流水般的文字书写下来 看到奔流直下的瀑布 他能幻想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是银河落九千 那不是瀑布 是银河从天空中坠落到人间 与朋友分别 他能幻想 我记仇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夜郎西 我要将我的心寄托到明月上 让它随着风照着你直到远方 甚至当他寂寞的时候都能幻想 举杯妖明月对影成三人 举起酒杯妖己明月 再加上影子就能凑成三个人对影了 感觉地球人已经无法阻挡李白的浪漫想象了 难怪贺之章会惊呼他是哲仙人 真是神仙下凡啊 虽然李白是那么的仙气十足 但能够做到家喻户晓 说明他还是有非常接地气的一面的 这无疑得利于他那清新自然的诗风 时间里白从不故弄玄虚 让人看不明白 反而常常是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看看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晃明月 低头丝骨江 看看独坐静亭山 众鸟高飞进 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无宴 只有静亭山 再看牢牢亭 天下伤心处 牢牢送客亭 春风知别苦 不见有条青 我们大师仙的杰作 是多么清新自然 让人容易读懂呀 有没有人发现 其实咱们清新俊义的李白 也是个色彩高手 那他最喜欢在诗歌里用什么颜色呢 别说 李白还真不会明白字太白 他用的最多的就是白了 其次还有金 青 黄 绿子等等 是的 你会发现 他喜欢运用的都是明丽的色调 而拒绝使用灰 黑 鹤等英语色彩 这与李白的个性简直太契合了 一个狂放到能让高丽氏给自己脱靴 杨贵妃给自己淹没 甚至唐玄宗亲手给自己调羹的人 他的诗歌魅力尤其只是文字 更有文字背后那种狂放不羁的精神 他在相近酒中自信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在行路难中坚定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 济沧海 在梦游天母银流别中 更是表态 安能催眉折腰是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言 是的 李白就是这样独一无二的诗仙 他那飘逸的想象 他那清新的自然 他那狂傲的文革 都浪漫得无可复制 接下来会有大批 比罗金风雨 石城气贵神的 李白作品来袭 保你大饱眼福